华联市新一国小周边和平路就有的大理石铺面 人行道破损严重对学童通学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因此华联市公所特别透过开口契约执行人行道维护工程 而市长魏佳燕在29号上午也特别前往县地勘察 华联市新一国小周边和平路段人行步道 是许多学童每天必经的同学路线 为了解决就有铺面破损问题 市民代表魏余盛多次会刊并向市公所提案建议 而公所也以开口契约尽速展开改善工程 同时更新老旧秀石的水沟盖 并增设路侧及水井连通至排水沟 以并改善路面排水 徒步的孩子会变得更安全 之前我们校门口重庆路这边的通学步道 那现在又加上和平路这边的 整个就变得非常的完善了 警代表新一国小 感谢公所也感谢魏代表的协助 29号上午市长魏佳燕及县议员魏佳贤 也特别前往县地勘察 希望在共同努力之下 能让孩童及附近居民 都享有个安全的步行环境 日前有民众来反映相关的一个人行道不平的一个状况 那对于人行环境非常不友善 那也透过魏益胜代表来做相关的一个呈情 那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也反映给花莲市公所跟花莲县政府 那花莲市公所也很快的速度来做相关的改善 那我们非常感谢公所团队 那接着未来花莲市区或其他乡镇 有需要做相关改善的部分 我们在议会的部分也会持续的来做相关的争取 我想还给学生一个同学的一个空间是必然的 那工所在不管是今年度或是明年度 我们有总共有七处的一个改善的工程 那今年是我们的三校周边 跟明年国小这个同学步道的改善 那明年更会有国风国中 志强国中 民意国小 花莲高商 美人国中 等等七处会来做一个一并的改善 那也希望在改善的期间 可能会有一些工程的一些不变 那也要拜托学校跟我们的家长 都要还有我们所有的学生 要请见谅 那希望说改善完成 还给我们学校跟学生一个通学的一个空间 那不要有一些老旧的地方 我们也会全部的来一并来做改善 这项工程在12月25号开工 预计在明年1月底前就能完工 要让学童在新学期开学之前 就能使用到崭新又安全的人行步道 记者 徐立琴 华林时报道